HELLO 大家好,我是Henry Sir 今天会和大家一起做实验 今次做什么实验? 我们会做木势旋转木马 各位小朋友,有没有玩过旋转木马? 你又知不知军作原理是什么? 不如我们一起去找答案吧 旋转木马是常见的机动物器一种 以一个旋转的平头为中心 座位会装饰成木马的形状 连接电源后,木马就会开始旋转和上下移动 旋转木马源于十二世纪拜占庭帝国 训练阿拉伯和土耳其骑兵的竞技游戏 早期的旋转木马以人力、马匹和女仔来推动 十八世纪末,旋转木马大受欢迎 成为全欧洲各大博纜会和庆典的娱乐设施 1861年,更出现首部以精气推动的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的中央有一条中心轴 中心轴的顶部有一个大齿轮叫做圆锥齿轮 木马都有轮轴和小型的圆锥齿轮 当齿轮抹行的时候就会带动所有的轮轴和中心轴 木马可以上下起伏源于底部的曲续 当曲续旋转的时候就会带动轮轴上下移动 令到木马上下起伏了 木制旋转木马有不同的科学原理 包括笔合电路和机械结构 笔合电路是由电源、导线和电路元件连接的路径 电源会推动电子远柱道线的流动 形成电流 电流顺利通过所有元件就会形成完整的循环 称之为闭合电路 木制旋转木马里面有不同的机械结构 包括轮轴和齿轮组 连接摩打的窩干齿轮会带动齿轮 产生动力来推动旋转木马 现在可以准备材料包 我们开始做木制旋转木马了 首先在木板上写一个A字和1字8的数目字 之后再拿出相应材料 拿出相应材料 我们开始组装木马的底部 长木条1号、2号 上面有一些方形的洞洞 我们拿出小型的方块 把它对准洞洞按下去 砌完之后就应该好像我手上那两个木块 之后再将砌好的1号和2号长木 放在5号和6号长木上面的正方洞洞 对准位置之后 就用力按下去 之后就可以砌一个正方形的底座 再在木板B上面 拿一条长形的木块 利用胶贴黏在数字5和6上面 再在木板B上面 拿一条长形的木块 组装成为中心軸 材料包括轮軸、木块、齿轮和胶粒 首先将木块穿过轮軸 确定它在中心的位置 之后将两粒胶粒穿过轮軸 另一边也要将胶粒穿过轮軸 再将齿轮穿过轮軸 它有分正面和反面 我们要将凸起那边穿过轮軸 最后再放多粒胶粒放在齿轮的后面 这样就完成中心軸 再在木块A上面 拿出其余的组件 大家留意木块上面 其实那个洞洞的方向是不同的 我们会将木块7和8 打横地放在底座上面 之后再将木块3和4 打直地放在7号和8号上面 旋转木码的底部就完成了 再利用胶贴将中心軸固定在底部上面 而最底的木其实是一个洞洞 我们就要将中心軸穿过去 再黏在7号和8号上面 成功穿过 我们就要检查和调调中心軸的位置 我们会用胶粒顶着木块 而中心軸也不要穿过底部的洞洞 而上面也有一粒胶粒去顶着木块 之后再将电线接拨电路元件 将黑色电线接拨摩达 当电线穿过金属片 我们就向前扭 去确保电线和金属片已经连接 再将红色电线接拨摩达鱼夹 再将红色电线接拨摩达鱼夹 再将电线穿过鱼夹的孔 穿过之后我们就要向前扭 确保电线和金属片已经连接 再将锅干齿轮组装在摩达鱼夹的轮延上 再将锅干齿轮组装在摩达鱼夹的轮延上 再利用胶贴将摩达鱼夹和电线盒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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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达鱼夹分正面和背面 我们将胶贴黏在摩达鱼夹的背面 装上电池 我们就可以尝试启动木製船软木马 我们要将摩达鱼夹在底座中间的木块上面 要检查和确保窩干齿轮和齿轮已经成功接触 再将电池盒固定在1号木块上面 再将鱼夹夹夹在摩达上的金属片 摩达就会推动中心轴上面的齿轮 再在木块B 拿出长方形上面有洞洞的木板 再将木马组装上去 记住留意木马的方向 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再将组装好的木马放在中心轴上面 再在木块B上面 拿出圆形的木块 套上中心轴 再利用胶粒 将木板固定 这样就完成了 木製船转木马就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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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学了船转木马的来源、历史、温作原理、闭合电路和机械结构 希望各位小朋友会多观察、多思考和多实践 利用你的观察力留意日常生活的细节 今堂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